封给你之后你要干嘛 你要服从命令 贡献财物 随从作战 你有这么几件事 服从命令 贡献财物 随从作战 周朝为什么要搞分封啊 所有的制度 归根到底跟他的什么水平相适应 生产力水平 从浩京到咱们这儿 从西安到北京 走三年吧 为什么要走三年 没路啊 从浩京骑着车 马车B854出来 开一百里 沼泽 得吧 抽干沼泽你再过去 超干了 原始森林 原始森林没路得砍树 树砍了车散了 它生产力水平低 生产力水平交通不发达 那么远 150万平方公里 老天爷 为什么欧洲都是小城邦 它也生产力水平低 人家就适应 咱们弄这么大地 你怎么管 分封 分封 你们各自管各自一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王管的过来 王管过来 王只管中国 首都周围那些地 其他地 王分给你 你去管 但是呢 你别忘了 那地是王的 不是你的 所以你要干嘛 听命令 你要贡献财物 天子要打仗 你得派兵跟着打 你是有义务的 第一项义务 最最关键义务 就是你的普通命令 怎么个普通命令 你得朝进 你得经常到浩京来 给天子干嘛 请安 朝进 该你来 你不来 这事可大了 一不朝 萧其绝 你是公侯博子男 五等绝位 公侯博子男 你该你来 你不来 给你降绝 公绝降侯绝 侯绝降伯绝 给你往下降 二不朝夺其地 又该你来 你还不来 那一般也没人这么作了 你还不来 还不来 那六百里封地 给你砍三百里 三不朝六师遗之 第三次你不来 皇上 天子派兵来干嘛 打你 这个周朝的这个制度是 天子的部队是十四个师 十四个师 宗周八师 成周六师 就是长安 就是浩京 西安 八个师 一个师2500人 两万人 洛义 六个师 一个师2500人 一万五 天子手里一共三万五千 三万五千人 三万五千名士兵 然后大国三师 中国两师 下国一师 就是大国 你可以养三个师都不对 七千五百人 七千五百人 才养那么点兵 那会儿能养得起 这么多兵的国家 太少了 是吧 七千五百人 我估计这些人 也不能脱离生产 平时主要还是种地 主要是种地 然后打你仗来献教 跟今天民兵差过 献教 挥着木头望着 上去了 木头望着 我们中国武兵之一 中国古代五种兵器 排第一位的叫书 多好听了 什么叫书 木头望着 木头望着 这有很多种美词 挺 什么叫挺 木头望着 还有就是储 五王伐赵 雪流飘储 这肯定木头望着 金属能飘起来吗 木头望着 绝大多数到 一直到战国时候 战国不是 春秋的时候 军队的主要装备 是木头望着 一方老百姓 拿大木头望着 上去就这个 他那个千胜之国 冰车千胜 一辆车上仨人 后边跟着75个 拿木头望着 他是这么算 不是说 你千胜之国 一辆车仨人 一千胜才三千人 那打仗出动好几十万人 后边还跟着75个棒子 他是这么算 有钱的人 富裕农民 在棒子上钉点钉子 狼牙棒子 所以天子 他的部队 三万多人 这就不得了了 你不能按今天算 三万多人 当时就不得了 所以这样一来 一搞分封 跟他的生产力水平相适用 这个 巩固了周朝的统治